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誓得着的就必得着 这里的祷告时态是现在分词 意思是持续不断的祷告 这表明我们的祷告 不应当是五分钟的热度 而是要有恒心持续不断的祷告 而且这样子的祷告 跟着下来提到的是信心有关的 换句话说 一个有信心的祷告 也是持续不断的祷告 就如同耶稣在路加福音应许我们 我要告诉你们 祈求救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寇门的就给他开门 在原文里面 祈求寻找寇门 都是现在分词 指的是持续不断的祷告 主就会给我们寻见 也会给我们开门 所以我们的祷告 要持续不断的祷告 只要信誓得着的就必得着 这个得着 第一个得着原文是接受得到的意思 是得着的时态是现在是 就是说现在已经得着了 另外一个必得着 必得着的原文是是 有存在的意思 它的时态是未来是 意思是指将来必要得着 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 你先要在心中相信 已经得着了 然后才看见事实中的得着 真实的信心是超越时间 能够看见未来的信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